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Concord的销售代表Steven 那今天非常有意思啊 我们来做一个挑战 究竟从我们这边 十分钟能不能开车到Yokdale 那大家想知道这个挑战有没有成功呢 一定要看到底 OK 那今天呢还是一如既往的 在我们这个Concord北越克的销售中心 这边呢我们可以观看到 整个社区的一个布局 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有社区中心 有公园 那后面呢就是我们整个社区的不同的楼 那正好呢两栋黑色的 就是我们前期视频有跟大家介绍过的 这边就是叫做Seasons 也是我们这边最新的楼 大家可以看到呢差不多封顶了 我们也是预计明年春天夏天就能开始入住 这边这么大的一片草地呢 其实天气好的时候呢 非常多人在这边踢球啊 散步啊 遛狗啊 各方面的一些活动 那像我刚刚说到的 我们这社区旁边就是401 那究竟10分钟能不能完成这个挑战呢 我有点紧张 那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走吧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看看时间啊 现在是1点25分 那我们看看1点35分 能不能到Yokio 能不能挑战成功 那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抓紧时间了 真分夺秒 走 好 那这边呢 就是Leslie Shepard 就正好是我们Concord Parkways的一个 啊 Major Intersection嘛 那我们现在准备上401 然后就往西走 就可以出发去Yokio 了 那其实呢 Leslie这个入口一上来401之后呢 马上在右边就能看到我们整个社区的造好的和正在造的楼 OK 那正好呢 我们现在开车来到Yank街 那Yank街呢 其实离我们社区也非常的近啊 吃喝玩乐都在Yank街上面 Yank在多伦多来讲也算是比较著名和重要的一条路 因为它也是其中一条地铁线 哎呀 开始堵车了 哎呀 这10分钟挑战有点压力啊 怎么办呢 10分钟这个挑战估计 有点难度啊 现在已经8分钟了 哎呀 看到Yokio的出口了 大说还有1.5公里 那估计8分钟差不多了 可以 挑战应该可以成功的 哎呀 你看 说实时那是快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Yokio了 那这10分钟应该算是挑战成功了吧 我已经到Yokio了 只不过找车位 估计等一下可能会有点 有点麻烦 因为找车位啊 各方面的 有点难度 那现在我要赶紧先去找个车位了 哎呀 还有个红绿灯 你看Yokio就在我们眼前了 10 9 8 7 6 5 4 Yokio到了已经 2 1 叹叹叹叹叹叹 挑战 算成功吗 你们觉得呢 要算算 其实呢 从我们公司过来呢 其实真的就是10分钟的车程 那当然如果要加上找车位啊 等红绿灯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11-12分钟应该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要算一下 从我这边到Yokio门口了 找到车位 需要多久 哎呀 这车位好难找啊 哎呀 你看现在我把车马上停好了 那其实呢 在我身后已经就是Yokio了 那其实刚刚我们是一共是花了12分钟 那像刚刚你也看到了 10分钟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到Yokio门口了 那今天其实正好不是周末 所以找车位呢 我就花了大概2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一共其实就花了12分钟 那其实大家觉得这个挑战算不算成功呢 我觉得应该也算的吧 欢迎大家呢留言在下面评论告诉我 那这挑战有没有成功 那大家如果想看什么一些其他的挑战呢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留言 那下次我们再见咯 拜拜